來自比利時的葉秀正醫師 今年70歲 在若瑟醫院已經服務了40年 我覺得我可以按照我的能力 再幫一點 不能說我不辛苦 可是大家都一起来 那就可以做很多事 若瑟醫院目前有50多位醫生 半數超過60歲 在比較鄉下的醫院 很難找到醫生 我們的醫生經過了這二三十年 有的是40年 其實年紀也大了 院方因此尋求鄰近 大陵慈濟醫院的支援 基於大聖醫療的裡面 我們雖然是人力很緊 但是我們願意跟他分享 他們對台灣貢獻了 四五十年的醫療 我們必須要扶持他 讓他能夠就地生根 他是大陵慈苑 一般外科醫師李正宏 每個星期二 固定到若瑟醫院支援門診 剛開始的時候也是會覺得滿惶恐的 因為就是完全是不同樣的醫院 連這個不管是宗教啊 人啊完全都是不一樣 疾病是不會變的 疾病需要的東西不會變的 當然就是看各個需求 能在就地治療的話是因為民眾比較方便 要不然他就還要跑很遠的地方 解我們一些燃眉之急 那雖然規模還不是很大 就是可能是一個月來協助值個一班兩班這樣 但是我們的醫生就可以有一點喘息啦 除了弱瑟醫院之外 目前大陵慈濟醫院還支援其他像是彰化秀船 中榮嘉義等七所醫院 偏鄉醫療本來就很難經營 但為了病患 大陵慈濟醫院做出了最大的努力 相互支援 也發揮了大愛的精神 大愛新聞 將軍楊俊廷原民報導